京北市有一名男子跟朋友到吃到饱的烧肉店用餐 那离开的时候因为食材没吃完 店家呢向他们索赔了一千两百多元 消费者表示他们没有吃完是因为吃不下 而且呢因为食材供应太慢了 又有限制用餐的时间 他们根本来不及吃 因此呢很愤怒向消保官来投诉 不过消保官认为这店家高额的罚金是不符比例原则的 烤好的肉片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吃到饱餐厅的无限供应满足许多饕客的胃 但剩下的饭菜太多店家可是会索取剩菜费用 照片里整张桌子摆得像满汉全席 整盘寿司闻风不动躺在盘子上 业者就跟用餐的林先生索取一千两百八十块的费用 并让他外带离开 但林先生觉得实在太贵太夸张 第一个你上菜的时间过满 第二个你的火炉过小 然后第三个是你不让我们有如期使用的空间 因为他一份餐点也火贵 就是大概一个人大概七百多块 将近八百块 林先生对此相当不满向消保官申诉 他可能有违反这个所谓的比例原则 对消费者显示公平 调解过后店家将罚款全额退费 但消保官呼吁民众 吃到饱适量点餐就好 不要造成食物的浪费 这里一定会称到是一个桂枝 那么又终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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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突突 will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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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ed 谢谢大家